申訴專員公佈了一個報告 就是他的主動調查的結果 關於有關出生登記方面的制度 沒有跟進的梳流 這幾個比較令人吃驚的 就是在2015年之前 原來就是法例說 42日你要去登記那個小朋友的出生 但是原來是沒有去登記 沒有根據這個法例去做 竟然是沒有人去跟進的 之前就是那150多宗 什麼都沒有 沒有跟進 沒有檢控 什麼都沒有 當然 我其實這個評論 因為申訴專員已經詳細寫出來了 那個報告 也都說了那個 他現在有一個新的制度 促使入境處已經 我可以說 從什麼都沒有 到有一個制度去跟進 與及 譬如這兩年 有檢控 或者打電話跟進 有小組 上門 等等的事情 我相信 現在 都應該是 在這個工作裡面 我相信已經是 到了一個 合乎 社會 公眾 或者行政的期望 裡面 即是說 申訴專員 調查了 然後 迫使入境處 已經糾正過來 我相信現在的制度是OK的 但是 唯一的評論 就是我看完之後 可以這麼說 就是 我真的沒有想過 入境處 因為入境處 這個我認識的部門 是原來都會有一瓣 可能在一個角落頭 那裡 完全大家是不理的 這也是 專員說 當時的管理層 記住 這個管理層 是牽涉幾個處長 如果你說這十幾二十年來說 起碼三四個處長 起碼都 有些高升了 有些做了局長 已經離不開了 是吧 八月六就做了 廉兵專員 正如說 原來我們有 不同的處長 不同的人 甚至大家都覺得 入境處一直都得獎 你記不記得 入境處一直都得獎 說那些效率 優秀部門 部門 那些市民服務 那些 還有你見到他一直有很多 譬如出入境的人數增加 關口 他的人數增加 部門的同事 是不及那個數目的 他就想到很多方法 通常是什麼呢 是逼到 去廁所都不能去 那些同事說 舉手 說去廁所耕 小便 去不了 換句話說 視乎那個部門 就逼到那些同事 很有效率 甚至是 過分苛刻 但是沒有想過 原來 可能他的精力 全部去看完這些 大家眼睛看到的東西 就是說 入境出入境 多少秒鐘 多少條醫道 多少分鐘可以過境 那些全都有 外面的監察的標準 但是原來 有一帆在國那裏 出身登記這件事 是完全 處長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的助理處長 這些是分管的 是完全沒有人看的 完全沒有人理的 OK 現在過去了 當然 我現在反而緊張是什麼呢 就要問 不是直接入境處長 除了入境處長 他要再看一看自己的飯 有沒有一些東西 還在暗角那裏 是沒有人理的呢 或者其他的部門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 譬如我 舉個例子 我是警務處 或者我是海關 或者我可能是 房屋處 我是這個 物流供應處 OK 物料供應處 我 有沒有一飯 在角那裏 我完全沒有看的呢 或者是疏冷了十幾二十年 幾十年 我現在希望 從今天 我希望 所有的處長 就是部門的主管 吸取這個 就是 的教訓 這個是很極端的 很極端的 我來提醒所有的部門 就是說 原來 就算這個部門 表面上是OK的 很多飯都OK的 但是原來有一飯都是重要的 而放在角那裏 你從來沒有看 從來沒有理會 不一定是處長 而處長下面還有 兩個副處長 幾個助理處長 入境處助理處長很多 大家知道 分館的項目很小 那麼 竟然 那個負責的助理處長 是完全沒有理會的 這個問題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說在海事處 我不奇怪 因為海事處 我告訴你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閉門的報告 就是秘密的報告 黎伊德報告 到現在連閉門討論都沒有搞定 OK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報告可以說 我因為不講這個內容 我只能告訴你 就是 如果你看完 你都等於看這個報告一樣 你會掉落地的 當然 它究竟 現在的部門 海事處 是做到 發現到的問題 整個部門 爛成這樣的情況 多少呢 尤其是牽涉安全的 都可以這樣的 當然你說這個 這個報告 其實 就是 只可以這麼說 就算我們做議員也好 我們也有時候會覺得 咦? 入境處都是一個 挺優秀的部門 它的處長 一向都不錯 OK 以往 但是 我也這樣說 不是因為有了這一範 我就說 以前所有的處長都要打被鼓 全部都衰 不會這樣 但問題呢 我們要做的公共行政的改革 和監察 作為議員也好 就是希望那些處長 所有部門大大小小 這些這樣的報告出來 你要問一下你自己的部門 海事處就是另一件事 它全部改革 它所有都爛了 OK 所以幾個處長下去 黃偉倫 幾個呢 就是去救忙的 希望徹底改變的 OK 它已經爛了幾十年了 OK 但是有沒有那些部門 是在暗角裏面有一範 原來是沒有留意幾十年的呢 而可以影響市民 譬如這裡來講 可以有一個小朋友的權益 甚至是被人虐待 犯人口 這些都可以的 這樣的事情 希望那些處長 各部門的首長 是用顯微鏡 來看一看你自己負責的 可能 一個部門 我舉個例子 比如運輸處 那樣 可能你也有五十飯 OK 那你可能做好 換牌也很好 交通管理也很好 什麼都好 如果一個角裏面 有一個角 是完全你沒有理 的幾十年 大的問題 我希望 這個是令到其他部門 引以為戒 我大約 這個觀點 就是我今天看完之後 最強烈的觀點 那你就說 建建是不是一個時候去檢討 是不是要成立一個 強制通報機制 就是懷疑 如果小朋友沒有登記 你就應該要強制通報 其實是不是有需要這樣做呢 還有現在 各部門的省處 還有醫院也沒有 當然父母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地址 其實是跟進不久的 你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是挺複雜的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因為 他不是不登記到那個 有一個小朋友出生 他是知道有一個小朋友出生了 因為 他不是那隻 起碼現在暫時 未見到的那些 譬如在的士 未去到醫院生了 接著就不去醫院了 自己就回家養了 OK 因為為什麼呢 從前那個 入境處 我猜他 就是我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你可以說 他為什麼幾十年都不理 這件事情 就是他想 你沒有出世子 那你什麼都不行的 是吧 你又要讀書 又要登記什麼福利 任何東西 是吧 其實是你需要那張出生子 多過我入境處 很緊張追著你來登記的 他就從前來以為 當然 那個問題就是 你每年是有一個很少的數目 是很奇怪的 那個家人的處境 就是他就不緊張了 你問我 如果我即時想到 就是 生死註冊處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有這個 其實出生 原來是這樣的話 反過來 你死亡 你也會知道 因為有條絲 是吧 除非你說 丟了到海 不能說 如果不是他也知道有的 換句話說 有人會不會 就是 紀錄了誰死了 不過呢 有人去認說 拿一張死亡證等等的東西 是同樣會疏懶的 同樣會 沒有人去做的 好了 就先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那個 他一定要 就是 有一個完整的機制 是由頭巾到尾的 換句話說 如果那個法例 是在出生那裡 舉個例 是向醫院 例如入院 如果 他是虛報的地址 那當然了 到最後 我只能這麼說 就是 如果你是發覺 這個問題嚴重 而是需要改例的 可能你最後 入醫院 去登記服務 那個孕婦 的 家裡的地址 一些Proof Documentary Proof 你就提供了 就是 現在是口吹吹的 我去醫院 譬如我老婆生 進去醫院 他問我什麼地址 我就說了 那就是 我不需要證明 我真的在 北角哪裡住 是不是 如果你說 這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發覺 是嚴重的 而醫院根本 醫院登記的地址 可能是聯絡兼 追 醫院費而已 是吧 但原來醫院的地址 其實就是 到最後他出院 因為你有四天二天去登記 他又不登記 最後 你入警署便可以去醫院 找回 人婦登記在哪裡 然後上門 因為要小組 現在有一組 小組 最後原來是假的 那 那個地址 可能 沒有任何可以追 於是 原來他已經離了 因為沒有限制他離境 所以你有一堆配套 但是我暫時覺得 你一定要看看 暫時的狀況 實施了這個情況之後 追查之後 是不是這麼嚴重 如果嚴重的話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配合 甚至最極端 我暫時還沒這麼建議 你最極端可以想到 除非你偷渡離境 這個人婦 否則的話 你可能還沒去登記 四十二天 封機的話 你根本 那四十二天 根本來不了境 都可以 因為你的暫時要去申報 譬如醫院 就報了Immigration Immigration 就報了那個人婦是誰 身份證是多少 全都看了 還給你假的 否則這樣就進入境 你不能離境 因為你還沒登記出生 你的小孩都可以 不過暫時 我覺得未必可能 去到需要這麼嚴重 但是 如果真的事情 發覺這個制度 是可以有幾嚴密都可以的 不過暫時可能 我相信 例如 在那個醫院那裡 登記 那個服務使用者 即是孕婦 或者是他家人 那個地址 要有一個 Document to prove 這個都可以考慮 這個就是嚴謹的一步 這個我相信 就不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現在我們去中國 有些服務 譬如你去銀行等等 開個戶口 你都要有個地址證明 你去鑑一個車牌 我最近要鑑那些車牌 他都要你的地址證明 最近的三個月 你才可以鑑到一個牌 不是就沒有的 OK 不是你說就行 說都不行 有 譬如水電費單 等等的東西 我想問你剛才說 如何證明這個情況 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你記住 現在 世界就是 2015年之前 全都沒有理會 就是 零跟進 零追查 當然 那裡就有百多單 是不是 好 從2015年到2017年底 你看到 他都寫出來 似乎 那幾十單 一百幾單 他有跟進 有檢控 OK 換句話說 你可以觀察一段時間 究竟 他繼續追那些 是不是都追不到他的地址 追不到他去登記 或者是 甚至不能夠逼使他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 永遠都不肯跟你說 登記這個小孩 我覺得這個是 暫時 我暫時就不太擔心 不過 我也希望入境處 緊密 看著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有這個情況 因為 你可以想像 一宗案 要 告到埋身 死都不去登記 死都不去登記 其實沒有任何原因 如果有人懷疑 會不會是那些 師生子 或者什麼 不想登記父親 那些 沒有的 現在的登記裡面 是登記那個母親 如果你是母親生了他 你不想說那個父親是誰 你可以不寫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 不會需要 說 你會披露 原來什麼名人 那個是小孩的爸爸 你不需要說 根本不需要登記 你知道媽媽是誰就可以了 你一定是媽媽的 是吧 誰殺他出來 還有其他任何事情 基本上跟媽媽有關 所以 我又想不到 除非我媽媽說 她 完全不肯跟她 成立一個正式的關係 如果去到這樣 我想就是嚴重了 如果你發現 有這樣的個案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時候 有些 很難想像的背景 就是這樣 怎麼說 從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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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慮他們 做 首先 首先, I appreciate very much the proactive investigation by the Ombudsman on the work of the immigration, on the registration of birth system. I think before, basically before 2015, I think it's a zero worker for following up on the non-compliance case. Now, I believe there is a credible system because the immigration has stepped up the investigation, the following up, the issuing of a letter and a physical visit to the home of the person who used the hospital services for the birth of the children. If there is a serious case, a worse situation to happen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ere is a lot of measur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For example, the first vital step in the process is the registration of a credible address with the hospital. And if needed, well, demanding an address proof is a viable option. And it's not creating much disturbance or annoyance or trouble to the person using the services. Of course, in the worst case, of course, if a woman who has given birth to a child has not registered such birth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of 42 days, of course, you can ban such person from leaving Hong Kong. That's an extreme measure, but I'm not proposing that. But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the trend of the reformed system to see if that will help the situation and at least give Hong Kong a credible registration of birth system. I'll see you next time. I'll see you next time.